現在主播我們現在所在地點在鵝鵝鼻公園內 我旁邊的這一棟建築物呢 它是鵝鵝鼻公園管理站的臨時辦公室 原本它是一個兩層樓的臨時辦公室 不過經過小犬颱風一夜強風肆虐之後 現在兩層樓簡直全部都被移為平地了 所有的像是電腦啦 辦公用品啦 辦公桌 或者是一些類似隨身碟之類的 辦公室要用到的物品全部都被壓在這個廢墟裡頭 就有員工一早趁著風雨站些的時候冒險 他要來尋找他辦公用的隨身碟來聽他的說法 大哥你在找什麼 找我的隨身碟 愛我的電腦主機啊 那你可不可以用啊 裡面有很重要的資料 對啊 沒點用花包的啊 沒想到會變成這樣 一次就搞定了 整個塌下來就對了 對 塌下來 因為它已經在這裡很久了啦 本來就要拆掉了 所以我來先幫我們拆了 根據了解原本這一棟臨時辦公室的計劃呢 就是等到新的辦公室整修完成之後 所有的這個辦公人員就要回到原本這個 已經新整修好的辦公室來辦公 也因此這個兩層樓的臨時辦公室 原本是計劃在今年底就要來進行拆除 沒想到在遇到了颱風之後呢 直接壓垮了 由這個強風直接把這個臨時辦公室給吹倒了 而現在呢只能等到風雨過去之後 再來重新整理 以上是我們現在的掌握最近情形 將鏡頭照片給棚內主播 再來帶你瞭解小犬颱風在南臺灣 尤其是屏洞造成了許多影響 可以看到呢畫面上在恆春的草潭 颱風呢是直接把這個民宅的鐵皮車棚 給掀了起來 讓附近的民眾都驚呼很可怕 這小天的風雨 那下風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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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恐怖恐怖 而不只這樣 另一邊可以看到 因為颱風強勁的風勢 是把這個路樹都吹得東倒西歪 甚至直接擋了整條道路 可以看到呢畫面上是有一台白色轎車 疑似是因為看不清前方的道路 直接摔進水溝裡 另外呢可以看到在屏東 獅子鄉的學校 原本完整的學校跑道呢 也因為颱風的強勁風勢 把整個跑道給吹到捲起來 而現在目前小犬颱風帶來的雨勢 並不強 但是夾帶的風勢 已經對南臺灣各個縣市造成影響 也提醒民眾呢 颱風天一定要特別留意自身的安全